大家好,又来验房了 这个就是今年洛杉矶安大略特别火爆的这个楼盘的验房现场 地税只有1.1%的全新小读栋 今天我们来验房,马上就要收房了 大家好,我是在洛杉矶做房产的Chris Liu 这个就是我们的验房师 他现在就是开始检查房屋的各个方面 这个是60多万的小读栋 超低的一个持有成本 紧邻着学校,在老区生活非常的方便 现在看到的是标准的两车位车库 带摄像头的车库马达 标准的断电保护开关 24小时的热水器 太阳能 特斯拉的充电接口 所有的这些配置一应俱全 另外车库也是可以连接WiFi的 通过手机来控制车库门 而且这个社区里面是带泳池的 但是它的物业才150块 现在我们进房子了 可以看到开发商已经完全升级了这种地面 用的防水的地板 而且这个是已经包含在房子里面了 不需要额外的支出 灶台后面的那扇墙也都经过了升级 这个抽油烟机是可以排到外面去的 有这种管子 冰箱的位置包括接水的部分都已经预留出来了 如果是华人家庭的话 也可以把这个微波炉换成更好的这种抽油烟机 不用这种一体的 这个是控制院子里面的灯的 可以设定时间 什么时候开 什么时候关 而且呢 在天花板上预留了很多的灯口 然后比如说这个 你到时候可以装一个风扇 或者装一个就是吸顶灯 因为客厅比较大嘛 所以这个预留的这个灯口不止一个 像它指的这个虽然装了一个灯 但是呢 这个也是可以独立控制的 你也可以放一个别的 旁边呢 是空调的这个出风口 另外整个房子呢 安装了这种消防的系统 就是上面的这个地方 如果是房子里面它检测到 比如说有火呀什么的 它就会直接打开这种喷林 现在新房子的层高都比较高 住起来还是蛮舒服的 然后这些 你看这一排开关都是控制这里面的 甚至还预留了装这种安全系统的这种接口 包括就是说车库的门 它是个厚的防火门 这个门锁呢 用的是这种智能的 然后可以设置这种密码的 而房子外面的这些绿化呢 完全都是由物业来负责的 所以呢 可以很大程度上节省房主的时间 接下来呢 咱们看的是主卧的卫生间 这里有占玉是玻璃纤维的这种 然后双水盆的一个设计 还有这面大镜子 然后再往里面走呢 这个是厕所 然后还有这样的一个大衣橱 现在呢 咱们去次卧看一下 次卧同样是有这种大窗户的 然后上面装了这种灯 然后呢 这里留了接口 可以装网线或者接电视 这是看到外面 采光非常的好 这里呢 是两个次卧共用的一个卫生间 浴缸 然后也是玻璃纤维的 地面呢 是防水地板 这个呢 就是另外的一个次卧 在这个走廊的尽头呢 这个是洗衣房 上面有抽风扇 然后洗衣机和红杆机 这里的接口呢 我发现有点问题 开发商会把它修好 因为它挡住了那个烟筒的那个出口了 整个房子状况非常的好 这样的房子你喜欢吗 更多的问题可以单独找我 感谢您的观看 谢谢